在場專業廠的各位前輩大家好 我是台大面藥物研台大A中心醫院的林羽群醫師 我今天講的主題是VLI 藥物治療的現狀 那這是我的大張 就是一個是5α還原美抑制劑的 過去動物藥人床事件介紹以及最新的發展 那第二個是5α還原美抑制劑跟攝護腺癌有關嗎 那最後也是5α還原美抑制劑的健保性規範以及注意事效 那前列腺肥大是一個高攝影率的疾病 那一般來講年紀越大我們在門診跟病人講說 他的攝護腺肥大的比例就越高 那一個簡單的記法就是50到59歲可能有6成的機率 就會有攝護腺肥大的現象 那70到79歲大概有7成以上可能有攝護腺肥大的現象 那攝護腺肥大的治療目標 我愛用上面這幾個 一個是症狀的環節 什麼叫做症狀的環節 比如說他排尿症狀的環節 他本來會尿流細小 我們希望他尿流大一點 他本來咽尿可能會看好幾次 我們希望他咽尿少一點 那第二個是減緩攝護腺肥大 減少他的繼續生長 那第三個是減少一些攝護腺肥大 所會造成的一些併發症 比如說急性尿滯流 或者是反復的泌尿道感染 躺光結石等甚至是衰竭 那最重要當然是改善他的一個Quality of Life 就是生活品質 那在過去來講 我們主要是使用Alpha Broker 來緩解他的症狀 那隨著時代演進 開始有發現 有588 without testing 我們今天的主題5ARI 那5ARI為什麼可以減少摄物線的 減少他的增生 甚至導致摄物線的萎縮 主要他是去抑制男性的荷膜 抑制他 使他比較不會變成Dihydrotestosterone 那Dihydrotestosterone 是主要一個活性的男性荷膜 他可以作用在攝護線上 指的攝護線增生 那我們常見的兩個5ARI 一個是DiTestoride 就是Approdot 他的商品名叫Approdot 他可以抑制TIME1的5ARI 那Type1的5ARI 主要是在皮膚跟肝臟 比較常見 那另外一個他也可以抑制Type2的5ARI 那Type2的5ARI 主要是在前列腺的部分 那在過去的Fenesterone 他是跟Diutesterone 是痰類色藥 但Fenesterone 這個藥只能作用在前列腺的5ARI上 那簡單講就是5ARI這個抑制 可以減少活性的男性荷膜 前列腺的組織減少增生 甚至萎縮 那剛剛我們講到有兩種藥 一個是DiTestoride 一個是Fenesterone 他其實他的效率是不一樣的 好 那Diutesterone 他可以作用在Type1 Type2的5ARI上 他可以減少95%的VHT 而Fenesterone 他只能作用在Type2上 他可以減少75%的VHT 而且他的效率也是不一樣 Diutesterone 作用在Type1上 他是Fenesterone 大概有45倍 作用在Type2上 Diutesterone 他可以是Fenesterone 大概兩倍以上 所以基本上他可以下降比較多的VHT 那我們傳統上兩個藥物 一個是Alpha Broker 一個是5ARI 那麼對於IPSS score 下降的程度是怎麼樣 比如說Alpha Broker 他可以下降大概5到6分左右 大概是35到40%左右 那5ARI似乎沒有那麼明顯 他大概可以下降15到30% 那最大的尿流數的話 Alpha Broker 可以上升1.4到3.2毫升每秒 那5ARI稍微少一點 1.5到2毫升每秒 那作用的基轉 作用的速度也不一樣 Alpha Broker 可能幾天就有效果 那5ARI大概要到6到9個月 效果會越來越明顯 那至於減少社務線的大小 其實Alpha Broker 它並沒有辦法減少社務線的大小 那5ARI它可以下降 大概接近三成的社務線大小 同時在一些臨床試驗上面 發現使用5ARI 可以減少急性尿滯流 以及與社務線肥大相關的手術 那前一線肥大惡化的 或者有哪些預測的因子 那根據這一篇 2005年發表在 Proxy Cancer Proxy Disease Table 我們發現一個是症狀 那症狀我們在臨床上 主要是用IPXS來量測 我們發現19分以下 跟20分以上是有顯著的差異 那另外一個是 社務線的大小 60以下跟60以上 有一個顯著的差異 那殘餘尿量也有一個顯著的差異 150以下跟150以上 另外一個是尿流速 尿流速在10以下 跟10以上有一個顯著的差異 那另外一個就是PSA PSA在4以上跟4以下 有一個顯著的差異 那因此在概念上 它有定出一些 前列腺肥大惡化的一個 比較危險的因子 那包含年紀大於60歲 那它的IPSS score 大於7分以上 也是中重度以上 它的IPSS score 在中重度以上 那另外一個就是 前列腺體積大於30毫升 以及社務線 抱歉 社務線特異抗原 大於1.5 也就是PSA大於1.5 那我們要怎麼去減緩 PPH progression 那我們剛才講 接著重點就是VIR 那它有哪些臨床試驗 證實它可以避免PPH progression 那我們有幾個臨床試驗 一個是2003年的MTOPS 一個是2010年的Combat 以及2015年的Conduct 那我會針對這幾個study 做一個說明 主要是2003的MTOPS 它主要分成四個族群 一個是使用Dosacin 包括Dosacin Fenesteride 以及Combination 是Possible 在這個study中 它主要是看它的clinical progression 那什麼是clinical progression 就是說 iPS上升40分以上 或者是這個病人發現 發生了EPH相關的併發症 比如說即興尿滯流 滅尿到感染 尿釋鏡 肾衰竭 這就是clinical progression 好 那另外一個study是Combat 在2010年做的 它主要分成三個族群 一個是使用Temps-Rosing 所以我們俗稱Harnage Utesseride 就是Combination 在這個study中 它的primary endpoint 它主要想要探討的是 iPS的變化成型 以及在第四年的時候 它是不是可以減少AUR的時間 以及BPH相關的手術 那最後一個 最近一個study是Combat 它主要是比較 Dutesseride加Harnage 去比上watchful waiting 那什麼叫watchful waiting呢 就是說一開始不給它治療 然後在它的 凝床的症狀越來越嚴重之後 我們就開始給它使用Temps-Rosing 那在這個study 它的primary endpoint 則是在第二年的時候 iPSS的變化 所以我們可以注意到 它這三個study都很類似 它的primary endpoint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好 那首先我們看MTOPS這個study 我們發現 我剛才講它分成四個族群 一個是Placebo Dosaben Fenestralide 以及Combination 我們發現Combination 跟Fenestralide 兩個都可以減少急性藥滯流 以及前列腺相關手術的風險 兩個都可以 那至於減少BPH Clinical progression的風險 主要是在Combination這一組 可以明顯地改善 那接下來我們看2010年的Combax trial 那Combax trial相較來講 比較不一樣的是 它是分三個族群 一個是Zion-Temps-Rowse NRH 有Tesseride 一 combination 在這個族群是沒有Placebo 那它這些Patient 本身它都是中度以上的患者 它都是iPS大概12分以上 那我們剛才有講這個study 它的primary endpoint 主要是是不是可以減少 急性尿滯流 以及前列腺相關手術的風險 一樣跟MTOPS類似 那Combination 跟VRI 是明顯大於Alpha Crocker 大概可以減少65.8%的風險 那我們來看這個 使用藍色的話是使用ArnaH 使用綠色的是Dutesteride Monotherapy 那紅色是Combination 我們可以發現 在第三個月的時候 其實ArnaH跟Combination 效果是差不多的 但是在第15個月的時候 ArnaH跟Dutesteride 產生一個死亡交叉 死亡交叉 或者對Dutesteride是一個黃金交叉 那就是越過去 那長期看來 其實Combination 大於Dutesteride 以及大於Tensylose 那我們也可以發現 使用Harnage 使用Alpha Crocker患者 一開始效果很好 其實隨著BPH越來越大 遺跡越來越大 效果就不會那麼的明顯 那接下來是Conduct Trial Conduct Trial 主要是兩個Arm 一個使用是核併療法 一個是鮮瓜茶 如果症狀惡化 再使用Conduct Trial Sync 那它的這個族群 它IPSS是鑒於8到19分 那PAS Farcer Valence 是大於30 PSA Level是1.5以上 好 那這個Study 它Prime Endpoint 是想要看它 在第2年的時候 它的IPSS Improvement 可以到多少 我們可以發現 這個是下降的 IPSS下降的比率 使用核併療法 它可以下降到5.4分 但是使用 先觀察 有症狀惡化 再使用Temple Sync 它是下降3.6分 所以很明顯使用Conduct Trial Sync 下降的程度是比較明顯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它的一個 仔細它的一個 actual的IPSS score 使用核併療法 在第9個月 它已經降到7.9分 也就是說 當它使用9個月的時候 平均來講 這群患者它的 IPSS降到是輕度的範圍 但是先觀察 本症狀再惡化 再使用Temple Sync 這個族群 它其實 在治療到 第2年的時候 它還是一個 中度的一個狀況 至於減少Clinical Progression的話 在經過兩年的觀察 使用Combination這一組 它大概只有18% 有Clinical Progression 但是Washful Waiting這一組 大概是29% 也就是說Combination這一組 可以比Washful Waiting這一組 可以減少43點的風險 好 那大家聽完一定很複雜 然後我就做一個表格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複習一下 M-Poves 它是4個族群 它是Combination Dosabate, Finasteride, Placebo 它的M-Point也是 Clinical Progression 的確在這個Study 使用Combination 可以去減緩 Clinical Progression 那Combat這一個Study 它主要三個族群 一個是Temstrosin Dosabate, Combination 那它是主要探討是 會不會減少AUR的時間 以及BPH需要的手術 的確使用Combination 的確使用Combination 以及Dosabate 都可以顯著減少 Time-to-force AUR 以及BPH的手術 那Conduct Trial 它主要是兩個準確 一個是Combination 一個是Facial Waiting 它主要是看第二年的時候 它IPSS的 IPSS進步的幅度 那的確使用Combination 可以減緩IPSS score 甚至可以到輕度的部分 那5A-RI我們知道使用下去 那我們要怎麼去增測它的攝物線癌 那5A-RI用下去 是不是會使得攝物線癌的比率上升 或減少呢 那我們接下來繼續來介紹 那攝物線前列腺肥大的 腰肉治療 我們主要分成APA-BOK 以及5A-RI 那基本上APA-BOK 是不會去改變PSS level 但是5A-RI是會減少 大概50% 那基本上是要在6到12個月左右 才會開始減少50到50%左右 那根據過去的研究發現 使用5A-RI反而更容易 如果說它有攝物線癌的話 它PSS sensitivity會來得更高 它AUC會來得更好 好 好 那這個圖是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說使用5A-RI之後 它大概是幾個月它的PSS會降到最低 基本上在第6個月它就明顯的下降 但我們可以看一下第一年半左右 它大概有一半的人 它會降到最低的水準 那我們剛才講說5A-RI它可以下降PSS大概兩倍 那我們之後要怎麼去偵測它到底有攝護線癌 那是不是把它吃藥完之後的PSS乘以2 就可以去偵測了 其實這樣是有點不太理想的 比如說我們 比如說在第一年的時候 它基本上在第6個月甚至到第9個月 它才會有一個顯著的下降 如果這個時候你去乘以2 其實是會太敏感 會over estimate 其實最好的時間點應該是到1到3年的時候 再去乘以2 這個時候是比較sensitive 比如說這個是吃完finexeride之後 它PSS下降 其實我們乘以2大概是這個圖形 但其實這個pation 它其實它的PSS變化程度是這樣子 大概1到3年是比較顯著 那如果說是3到7年之後 則是建議要乘以2.3會比較低 如果說我們乘以2的話大概是這個圖形 那所以乘以2.3它的曲線是在這邊 所以乘以2.3可能可以接近它實際上PSS的一個幅度 那這是reduced trial這個study中的一個圖表 它分成4個up 我們發現Placebo的這個族群 它如果攝護線來的話 它經過兩年的觀察 它PSS平均來講會上升23.8 如果它是Placebo它沒有攝護線來 它PSS平均來講是上升8.3%左右 那如果使用dutexeride這一組的話 它就沒辦法下降到兩倍那麼多 下降到一半以上那麼多 經過兩年的追蹤 它其實是下降-37.2% 並沒有那麼多 那如果說沒有攝護線來的話 經過兩年它其實基本上可以下降一半以上 所以另外一個做法是說 當它降到最低點可能6個月之後 我們就觀察它PSS的變化情形 它PSS如果沒有再一直往上爬 基本上我們就覺得它比較安全 比如說在這個圖形中 我們綠色部分是它沒有 它是有吃dutexeride 但它沒有攝護線來 所以它之後6個月之後 它基本上是維持一個穩定的曲線 但是如果它有攝護線來的話 我們也會發現它Gracian score 越高的話它爬的就越快 也爬的越高 所以在dutexeride之後 我們可以一個是PSS乘以2 那3到7年之後我們4乘以2.3 用這個方法來偵測 或者是當它降到最低之後 我們偵測它PSS的變化程度 再決定有沒有需要做切片 這樣子 好 那5VII能不能減少攝護線來呢 或者是它會不會增加攝護線來 high grading的tune run的發生 那主要是兩個trial 一個是PCPT 另外一個是reduce trial 那在這兩個trial中都發現 其實它可以減少接近1 3分之1 攝護線來發生的疾病 但是在這兩個study中 也都發現 它對於high grading tumor的發生率 也來的比較高 一個是finestrine 一個是dutexeride 那為什麼呢 這個圖表是給大家看一下就是說 如果說我們分成是一個群組 一個是finestrine low grade tumor 一個是praxivo low grade tumor finestrine high grade tumor 也是praxivo high grade tumor 使用finestrine跟praxivo 兩者它在18年後它的存活率是沒有差別的 那就算是finestrine這一組 它不管 抱歉 就是它的存活率是沒有差別 那就在low grade tumor的話 不管是finestrine 或praxivo這一組 也都沒有新出的差別 high grade這一組 不管它有沒有是用finestrine 或praxivo 它的overall survival也沒有差別 也就是說使用VLR 並不會影響到它發生cancer之後的存活率 那為什麼在這群的患者中 比較容易會有high grade tumor的出現 我們可以發現praxivo這一組 它使用praxivo之後 它攝護線平均上升19.7% 使用dutesteride這一組 它攝護線平均下降17.5% 那我們可以想像說怎麼攝護線變小 那如果說它的high grade tumor 沒有顯著的變小的話 所以我們偵測到high grade tumor的可能性的機率 就會明顯顯出上升 那同時有另外一個說法是 使用VLR它可以減壞low grade tumor的發生 以及或者是減少它的growth 所以當low grade tumor變少 那整plastic volume變少 那我們偵測到high grade tumor的可能性 就顯著一個上升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健保 健保署對於dutesteride 或dutesteride的一個健保規範 基本上是trust前列腺超音波 精直腸前列腺超音波 或者使用腹部超音波測量 基本上只要在30毫升以上 或者它的cumens 最大尿流速小於15毫升每秒 就可以使用這個藥物 那我們看過去的規範 過去的規範 我們還要必須如果PSA大人 正常參考值 我們還需要病理診斷 沒有前列腺癌 那現在是不用有這個規範 而且在過去一年內每半年 要做一次尿流速 那最新的是 在2017年的時候 是沒有說用尿一年以後 還需要做trust或尿流速的檢查 所以基本上 攝護腺的體積 我們可以精附 或電腦斷層來量測也可以 那也排除一定要攝護腺癌 一定不是攝護腺癌才能使用 現在就算攝護腺癌也可以使用 那我的結論就是說 VRI加α1 block combination 它可以減緩BPH progression的一個risk 那在Countback trial中 我們發現它可以對IPSS 一個顯出的差異 大概在2點左右 在Countback trial中 它可以減少急性尿滯流 以及BPH需要手術的一個風險 那單用VRI 其實在Countback trial 以及MTOPS都可以明顯發現 它只比Alpha Broker alone 可以減少尿滯流 以及需要手術的一個需要性 那以上是我的報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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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